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到其实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听也是听耶稣基督的话 就是用这个不完全的器皿来代替主说话 主把一切的事情 会发生的事告诉我们 是要叫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 在世上这世界所面对的现象 其实问题非常多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认识围困环境的意义 环境是有危险有困难的 然后要在试炼中得胜成长 其实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就会有平安 平安和喜乐是连接在一起的 刚才秋会在带我们敬拜的时候 那特别说我们要喜乐 要常常喜乐 事实上我们在作为传道人 那么跟大家 跟大家常常提醒的就是 我们要靠主喜乐 但是我自己在最近这些日子就不太容易喜乐 那原因当然有好几种 但其中有一样事情 就是我想着世界上很多人将会面对各样的困难 遇到各样的试炼 但是我自己却爱莫能助 那这是这常常是我最近心里边沉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跟大家说这个世界 Cosmos是指着一个体系 整体的体系正在面对着极为剧烈的震荡 在很近的未来 将会有绝大多数的人难以承受的巨变事件 我跟大家谈这件事情 整个世界山雨欲来丰满楼 就好像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一个地区 它的地震 它积蓄的能量已经积蓄非常多了 那么快要满了 它大地震的发生是必然的事情 有一句话叫恶贯满盈 其实现在人心 世界上普遍的所有的人心中 都对自己对环境对社会有存在着一些不满意 而这个不满意越积越多 跟满道喉咙 再一点点就溢出来 所以这个世界 其实在未来所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 对现在的很多事 我们就不太会计较了 这个中国大陆流行一句话叫一地鸡毛 那我们其实是讲着 我们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鸡毛蒜皮的事情 那常常为了那些事情而不愉快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明天就会有很大的七级八级的地震 几乎你房子很坚固 可能有很多东西会散掉下来 那房子如果不够坚固 那个房子已经快已经摇摇欲坠了 那明天就要大地震了 那今天还是要为房子的臂癌漏水 还在那里怀恼 那就有点好笑了 中国大陆还有流行一句话 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件事情先到 都有听过 那如果一个人第二天就会遭遇意外 就遭遇到大车祸就死掉了 那今天还在跟老婆吵架 或者今天还在为皮肤的毛病 在忧虑 在为了吃这个会不会血压太高 还在怀恼 那明天车子一撞人就没了 那还在为这个事情去忧愁的话 那现在想一想是蛮可笑的 而我们说这个世界 其实是已经积蓄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说成长的难处 刚才我们说在试炼中要得胜 要成长 其实活着和成长 其实不是一件事情 人生活着 这个好死赖活的活着 是不是很幸福 那就很难说了 对吧 像现在的世界 我们知道科技的发展 AI越来越发展得好 对不对 那各样的科技文明 发展得很快 那么其实人工智慧 或者是现在有所谓的量子电脑 正在快要发展出来 但这些其实都会带给人类 非常大的麻烦困难 这件事情我就 今天大概也没有时间多说了 文明并不会带给人幸福 现在也许开车 可以无人驾驶 当然有些电动车 会火烧之类的事情就不提了 急货你现在什么都不用 这个出门只要叫一声 车子来 那车子就来了 那上车往那去 他就往那去很方便 但这个方便会带给人快乐吗 方便和快乐完全是两回事 所谓的成长 其实这是牵涉到 人会知不知道活着的意义 是不是会活在有价值的状态里 所以我们知道说 在现今的世代 需要有人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让我们需要学的不是知识 将来的教育 我都会思想说 以后的大学教育 那些大学教授 他所要教的 基本上网络上面 Google一搜就有了 很会做文章 什么这个 这个GPT 之类的事情 可以取代人类 那么大学里面那些老师 要教学生什么 要怎么教 我说的意思明白吗 因为学生知识随便一找 都比那些老师 讲得更完整 更准确 你Google或者YouTube上面 去找很多人 讲得天花乱坠 讲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对吧 那么什么知识 在大学里边去得不到 除非说那个老师 其实是全世界最top的人 那么他可以 因着他的满足的智慧 去回答每一个人 在及时的问题 而且还要是 有价值的问题 我刚刚讲的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完全理解我想讲的 知识不会使人快乐 方便也不会使人幸福 只有什么呢 这就问题 这就问题大了 所以所谓的良师 好的老师 这个韩语的诗说 开张名义说 诗者所以传道 授业解惑也 我们大家 能郎上口的话 大家都知道 所以所谓传道 应该传的是什么 是生命之道 授业 这个佛教徒讲 八正道 叫做正业 业就是人生该做的事业 告诉人说 你人生该做什么 你才会快乐 解惑就是当我们 进到迷惑当中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们 问题在哪里 那应该怎么解决 所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使自己活出价值 活出意义来 这个传道 授业解惑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 但是 这个师父 是很难 遇见好的 好的师父 如果没有碰到好的学生 其实教了他也不听 那么这个好师父 好老师也难做 对吧 所以这个种种的困难 只有在基督里 能够解决 以色亚书三十章的第二节 对不起 不是第二节 十二节 请帮我念一下 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 以困苦给你当水 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所以 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如果 生活在困难当中 艰难困苦里边 而有对主的正确的信仰 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教师 把正确的教导我们 满足我们一切的 传道受业解惑的需求 这样的教师 一定会出现在我们身边 而这个靠的是什么 应许 只是这样的老师呢 面对着现今这个世代 我们要去寻找 要去分辨 实在是蛮麻烦的 我刚才讲到 现代的教育 到底人要教小孩子 或者是青年人 要学什么 他才会走上正道 才会幸福快乐呢 做教育的人 想一想 其实也许小学的教育 教导人认识制 认识制 然后教导人 可以基本的去用手机 那这个是 这个幼儿教育是需要的 然后渐渐到中学到大学 有没有办法去帮助人 让人知道怎么活 才会幸福 真正的道 这个北周书有一个 《卢旦传》有一句话 叫经师欲求 人师难得 经师就是把经文里边的话 讲给人听的 那现代的意义就是什么 就是教知识的 教知识现在手机一Google 什么都有了 所以经师其实是不需要求 随便都有 所有的人师就是做榜样 给我们活一个样式 活出他的快乐 他的有价值的样式来 让人觉得说 人可以这样活 这样活会很好 那是做榜样的老师 叫做人师 那么在修道的人 现在很多学道的人 还加了一句叫做明师 明师就是指点一条明路 让人可以因此而脱离迷惑 然后进到正确的 可以一天一天的成长 越来越活出生命的价值 越来越觉得 其实这样活着 是活对了 是活好了 这样的明师 所以经师欲求 人师难得 那么明师更是要碰运气 不过这件事情 就基督徒而言 还有更高一层的理解 这个主耶稣的话 马太福音二十八三章八到十节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 就是不要把自己当作太会教的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 你们都是弟兄 这个夫子 这个字也欢迎为师父 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 就是天上的父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 就是基督 那这一段话 常常很多人 这个读了很困惑 怎么不要接受老师 你做老师就是老师 那么尊师众道 这是必须要有的修养 那么怎么不可以接受 这个老师的称呼呢 那一句话说 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 除非说无父无母 你一定有父亲 怎么去说呢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这一段话 它是有超越字面意义的 更高的意义 所以重点是我们要知道 只有一位 我们唯一的能够解决 我们的一切问题 让我们真真实实地 进到永生之道的 只有一位 那就是基督 所以对我们而言 常常我们知道 我们作为一个人 怎么样去讲 怎么样去教 其实都要保留一点自知之明 说自己所知道的有限 师母在最近好几个礼拜 常常都跟我讲他的困扰 那讲了好多次 我几次回答到昨天吧 我觉得说师母真的是弄明白了 因为他常常每次要讲道 他就一直很挣扎 一直自己检讨 说我讲的对不对 会不会误导弟兄姐妹 我跟他就只能讲一句话说 你做你就好 因为每一个 我们如果自己觉得 我这样讲对还是不对 有对不对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带着一个附带的结果 你会批评别人讲的不对 那么人 无论怎么表达都不会完全的 我们每一个人只是做自己 让上帝的应许 万事都互相效力 那我们讲错了 对人也是一种提醒 不要去 自己心里边不要高高在上 自以为是 就是我很高明 再高明的人 也不能取代基督 所以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彼此服事 但是我们所仰望 所追求的是基督 只有一位师尊就是基督 我们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不会受人误导 也不会把自己 捆锁在一种骄傲 或者是自卑的光景当中 到了什么地步 就按着什么地步行 因为我们自己都在成长 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也在讲道 那那个时候讲错了 讲错的是理所当然的 只是禁止而已 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 也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立场 就是不是我去教你们 而是我们借着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更明白基督的道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讲义 还是在周报上 我们说人生多难或者多难 其路分出各种各样的教导 其实五花八门千几百怪 每个说各话 那么容易使我们如羊走迷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说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心几路 耶和华使众人的罪 都归在他的身上 这是一种取代 是一种帮助 所以在人生 如果没有良师赔付 我们上次和大家讲说 中保他就是陪附者 如果没有好的老师 陪伴者帮助我们 是很容易偏行几路 而使自己陷入网罗里 人生总是要往前走的 如果落入网罗里 好比说被骗了 那牵了一屁股债 那就很难脱身 就会很困扰 对不对 人生是有许多各样的网罗 尤其是现今的世代邪恶 成长的阶段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长的阶段里 都需要什么 明师的启迪引导 我和大家说的是 我和大家说的是 其实这些日子 常常为了这样的事情 让我心非常的沉闷 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 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知道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我不知道会什么时候发生 但是我就知道它日子很近 而那样的事件呢 如果我们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美好的启示 让我们有信心 让我们有正确的信靠的方法 让我们靠着全能的神 那么人都很难过 所以以乎所书五章十五节说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要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腐突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 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你再会讲 也没有办法把真理讲到完全 而且如果讲的 在跟沟通上面 没有非常通畅的 我们所谓的 该怎么说呢 就是心灵相通 心灵神会 这个超越世界的事情 是讲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要学 在高明的老师也不能取代 圣灵 圣灵以及圣经 你要读经 要祷告 借着圣灵把圣经的话 按照我们当下的理解程度 给我们启迪 那么上帝 那么上帝让我们常常相聚 也就是说借着彼此的相聚 使我们能够有一个聚焦点 使我们能够在那个时候想得清楚 每一次我都很想把我以为需要讲清楚的讲清楚 但是越讲就越不清楚 这是每一次都自己的感叹 那么希望我们了解 只有一位师尊就是基督 所以所谓的基督是师尊 这个意识 真正的意识是什么 我们如何求智 不是求救 就是我们求 以色域能够达到 得到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耶稣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在身体里边 有人做头 有人做手 有人做脚 有人做眼睛 有人做口 有人做耳朵 让我们能够众人成为一人 一起来领受你的恩典 当我们相聚的时候 就能够显出你的完全 在这样的特别的世代里边 求你特别使恩赐福 怜悯你的仆人 让我们在今天早上 站在你的面前 一起来交通 一起来分享的时候 能够真真实实的领受到 我们当前的需要 也谢谢你 让我们看得清楚 在这个世上有苦难 在你里面就会有平安 教导我们如何得到引导 能够尽到你的平安力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我们今天 佩音刚刚带我们读 加拉太书三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我讲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后半 已经讲了 已经九次了 我宣告 下一次一定要把这一章讲完 再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 不过其实圣经的内容 事实上太丰富 这里讲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使所应许的福归给耶稣基督 对不起 使所应许的福 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我在上一次 前几次前三次 讲到应许 也讲到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圣经对我们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所以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 圣经使人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现在我们所会遇到的事情 是我们前所未见非常困难的事情 需要有得救的智慧 十六节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圣经是有正面的意义 但是这里却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 其实圣经它一个主要的作用 特别是旧约 这里讲旧约的圣经 它是要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让我们认识罪 以至于能够正确的信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 还未来已先 这有一个套词叫做因信得救的理 其实原文只有一个词就是得救 对不起就是信 这样的信使我们能够得救的信 它还未来已先 对很多人而言 这个信还没有完全的做成在它里面 所以不知道怎么才能够碰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得救 碰到烦恼 碰到不开心 碰到不会处理的事情 怎么才能够借着这信 使我们从困难当中脱困 使我们能够尽到平安 所以这个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 可能都还没有领受到完全 一旦真的领受到完全 就会尽到神所应许的福 那么这个二十三节说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 就是信还未来已先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 直圈道那将来的真道 将要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真道会有显明 在我们生命里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时候未到 我们就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被圈起来 就监禁起来 让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按照所想的 自由自在地去生活 那么二十四节说 这样律法将是我们训蒙的师父 将我们引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得救 这里讲律法 就是把我们圈在罪里的 那是赏上罚恶的旧约 他是训蒙 训蒙是从前的话 就是教幼儿园的师父 那么他幼儿园的老师 教导孩子们 怎么样子去基本的求学 怎么样子去基本的建立 人与人的关系 而律法 它的作用 就是要把人 带向基督 让我们得到 唯有一位师尊 就是基督 而使我们因信称义 这个因信称义 和二十三节二十五节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 既然来到 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 这个因信称义和因信得救 它是相对的两套名词 我们因信称义是 我自己因着信 我就不定追自己 在上帝面前也是成为义人 这是地位的问题 而得救就是要使我们从困难当中被释放出来 而且主是过去救我们 现在救我们将来 还要救我们进到他永远的国 这个救就是帮助 借着这个信使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帮助 这一套的系统体系 还没有来以前 我们是被圈在律法 这个幼儿园老师的手上 但是这个理如果来到 我们就不再被圈在这里 就能够真真实实的进到自由了 而这个是让我们有认识神 进到真理里边 让我们成长到一定的地步 可以不被外在的以及内在的罪 或者是困难所捆绑 那这是今天我们所提出 这一段经文可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那么其实之前讲到应许 讲到把众人圈在罪里 今天我主题的要讲师父 经师益德 人师难求 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好的师父呢 这个好的师父 也就是这一次我们讲的重主题 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宝 那么在第十六节到 对不起 稍稍预备少一点就会乱 十五节到第十九节是第一段 讲亚伯拉罕的约 那么在二十节到二十四节 是第二段 讲中宝的作为 但中宝本不是唯一面做的 神却是一位 那么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但是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之前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这是讲到因信得救的理 这有一套的 有用的知识以及方法 它其实在没有到时候 没有成熟的阶段 但对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隐藏的 使我们只看得见绿华 这个幼儿园的老师 直到我们成长起来 才能够真真实实的 享受到因信称义 他的完全的益处 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 也很有意思或者很矛盾 基督徒进到教会里边 接受了基督的道以后 应该在身份上面 立刻就因信称义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甚至于很老的基督徒 他仍然会为了一些 自己所做的事情 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期待 别人所做的 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要求 以至于落在不是称义 而是定罪 这样的光景里 所以需要等到一定的时候 成长到一定的地步 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因信称义 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再特别强调的 那么第三段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 这里特别是讲到二十七节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 受洗这个形式 基督徒都接受 但是披带基督 这件事情 确实有不同的层次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我们要披带基督 然后呢 真真实实的 学会了 把基督这个战袍 披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能够得胜 能够成长 能够活得有意义 那这却是需要更深地去学习的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到底有多少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 充满了惊涛骇浪 枪林弹雨 许多人的攻击定罪 包括自己 对自己都放不过这个状态里 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 披带着耶稣基督的战袍呢 那这其实是应该有讲究的 那我们今天 这个在第一段 其实跟大家讲了这句话 因行律法而毁掉的恩福 将在救恩当中得着复兴 因行律法而带来的咒诅 将在主的道上被毁掉 我再一次强调这件事情 因为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 因为吃分别三恶树的果子 都在咒诅里 这个到第四章 我们还会把这个咒诅 如何破除的事情 讲得完整一点 但所谓的咒诅 其实就是别人对我们的不满意 我们对别人的不满意 而造成的 一些人生当中 生命里边的一些麻烦 这些麻烦有大有小 救恩运用到好的人 麻烦就小 那救恩不会应用的人 其实就会一直处在 在咒诅当中 甚至于像约伯记所说的 咒诅自己的出生 这个是我们要讲到的 要特别提醒的 那么今天我们再回顾一下 中宝的作为 因信得救之力的引线 那么在二十节说 中宝本不是为一位做的 神却是因为这个中宝 它的基本作为就是 让人可以认识神 可以与神相通 这是上次我们讲的 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人和神之间 其实路是断的 那因着耶稣 耶稣基督 使我们重新打通了这一条路 使得上帝 给我们的因信得救的理 我们可以领受 并且能够应用 那么在二十二节说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使所应许的人 福音信耶稣基督 归给那信的人 那么这一个但 然后二十三节又一个但 但因信得救的理 还未来以前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 直圈道 那将来的尊道显明出来 这个将来的尊道会显明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没有显明的 那么在这一段话讲到 我们都经过 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的状态 这个被看守 也就是被幼儿园的老师 好的老师保护着 让我们在还幼小的时候 能够平安 所以这几节经文 特别是在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是师父 但是我们看到二十三节 它有几个词 是我们对于要领受到 中宝是师父 这个能够保护我们在困难的环境 将要来对来临的 超过我们力量所能承担的 这样的经刀骇浪当中 能够保护我们平安成长幸福 这样的师父 我们要去认识他 要去领受他 那么有几个词 这里讲到应许 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么今天要讲师父 有几个词是注意的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看守是一件事 律法是一件事 然后第二十四节说 律法是我们训盟的时候 因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 这个因信称义和因信得救 也是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的 那么讲到律法 其实我们知道 神有神的律法 而且律法有旧约和新约的 人间有人间的律法 国家的法律 社会的伦理标准 那么众人的看法 这些都是人间的律法 而讲到神的律法 我想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 请帮我念一下好吗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拼得救望 还是时代行主爱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所行的事上就是 所做的工作 或者是生活 生活要得福 就要查看一种律法 叫做什么 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 而第二章第八节 就把这个律法 讲得更直接一点 经上记者说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 便是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因为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 他就是换了重条 所以我们看到 第八节所讲的 叫做全 就是至尊的律法 也就是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 而第九节 讲到被律法定为换法的 这是定罪的律法 是旧约第十条 就是要遵守全律法 只在一条 跌倒就是换了重条 这也是讲的旧约的律法 所以世界有世界的律法 神有神的律法 神的律法还分两种 一种叫做旧约的律法 一种叫做新约的律法 旧约是定罪的律法 新约是什么 使人因信蒙恩的律法 而这件事情在教会里有许多人是混淆的 我们教会 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得到的资讯会比较多 但是一定要知道 你守了这个就不能守那个 如果我们要遵行爱人如己 爱就完全的律法 这个律法 那么怜悯是这个向审判夸胜 我们就只能够怜悯 不能够审判 这是这里所讲的律法 然后这里讲到这个律法 我们这个因信得救 这里未来以前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这里讲的看守 其实也就是保守 这个希腊文 这个佛罗佩奥这个字 其实我们看到翻译为保守有两次 还有一次翻译为看守 看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二节 讲到保罗在大马社被兵丁把守着 那彼得前书一章五节 那让我们读一下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神所以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这里讲到的是律法看守着我们 保守着我们 我以前跟大家讲到保守这两个字 就保护和看守 好像小孩子幼小的时候 那么父母亲是要保护他的 但是也要看着他 不要让他去开瓦斯 不要让他去跑到阳台上面去 这个保护和看守是一体的两面 我们所需要的是神的能力的保守 他保守着我们就能够在随着成长 能够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也就是我们在一切的困难当中 能够得到保护 而腓利比书四章七节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不仅仅是行为要被律法 约束住 幼小的时候 心也要被保守住 而这里呢 所讲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这是已经超越了律法的 这个是人所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平安 也可以说有两种的平安 一种是状况的平安 状况的平安 好比说我们坐在一辆公交车上面 那个时机开得很安稳 那我们就在状况里平安 环境当中没有遭到什么太大的意外 没有碰到困难 这是状况平安 但是另外一种叫做生命平安 罗马书八章六节 帮我念下来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我常常念错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这生命平安 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种 就体贴圣灵就是生命 也是平安 但加在一起就是生命平安 生命平安是什么 生命平安是 我们即或是碰到困难 里边也有信心 知道说所有的难处 发生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就是要使我们经历着自善自心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 看到所有的事情 遇到任何事情都看到事情背后的上帝 知道一切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这个叫做生命平安 所以生命平安往往是和状况的平安是有差异性的 甚至于是相反的 我们经济上面会不会遭遇到困难 我们在身体会不会遭遇到困难 那我们对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 那我们就知道 其实这些事情没什么可以去忧虑的 我们要纪念天上的事 如果我们在天上有永恒的生命 那么那个意外和明天 这个意外先来 意外就意外吧 在基督的图里面没有意外 我们只要是常常思想天上的事 那么对我们而言 生命是平安的 生命是平安的 一切问题发生的时候 对我们而言都是祝福 都是快乐 那这个其实是超越到 超越世上的许多人的理解 只有一种人叫做得救的人 才能够领受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二日三节说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 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 只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凡是有它的有效期 这个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是到了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这个就过急无效了 所以我们知道救恩在绝大多数成熟度不够的人 那么这个救恩还没有来 因为人们还看得不是那么明白 那么许多人被圈在 仍然被圈在罪中 这个心中罪孽 眼中中罪孽 那我们看别人也不对 看自己也不对 你如果要看不对 什么都可以看出不对来 如果我们真真实实地进到了救恩里边 我们会产生一种观念 这对很多人而言是很不可思议的 但是这个却是基督徒一个重要的台阶 就是看什么都是好的 你跟我讲来 看什么都是好的 你能这样看吗 这个必须要这样看 然后才能够使我们真真实实地领受到全辈的救恩 使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 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世界一些事情 那我们看到大多数都是在迅蒙的师父手下 那么把我们带向基督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很难超越这个把世界都圈在罪里 比方说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领袖 他们发起战争 或者是搞一些政策乱七八糟 像这两天我们在这里 在台湾 看到立法院的他们的决策模式 那我们看到这些是在庙堂上面决定国家大圣的人 他们却是用那种方式在做决定 那你会不会看来觉得说 实在是太让人心烦了 对不对 但是怎么才能够超越这些 这个说起来似乎是有难度 但是却是需要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无论如何都按着上帝的剧本在往前发展 这些都是会来的事 而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这一切都看为好 原因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世界 无论这个科技怎么发展 人类怎么进步 我们世界会不会过去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都会过去 那我们会过去 是说明说我们是住在天上 还是住在地上 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 那么当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 只好服务在师父的手下 忍耐等候 忍耐等候什么 忍耐等候不是等候事情变化 事情不会变好的 忍耐等候什么 自己成长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使所应许的福归给那信的人 在第24条说 律法是我们训盟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耶稣那里去 使我们因信称义 这里讲到的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这个师父 师父是现在大家都喜欢称呼的 在对岸做工的人 对于前辈都称为师父 而且都很尊敬 台湾这个感觉没有 事实上师父是很大 很重要的称呼 从前有叫做国之三公 就是什么 太师 太父 太保 还有三姑就是少师 少夫 少保 这个太师是一品的 少师是从一品的 还有东宫的 就是太子 太保 太子 少保 其实太师主要是教他文韬 就是给他 按我们而言就是生命的道 那太父是教他武略 太子 少保就要教太子 什么练武功 那么太保或者少保 其实就是保护他的安全 保护国家安全的 所以岳飞叫做岳少保 因为他是 他被封为少保 是因为他保护国家的安全 台湾有一个 家里有一个乡叫做太保乡 那太保其实是讲到 以前有一个人叫王德禄 他被封为太子 少保 还有这个 雾峰那里有一个叫公保弟 是以前有一个林文茶 他也是被封为太子 少保 那这个 他们太子也好 皇帝也好 称这个太师 太父 太保 称为师父 师父是怎么来的 而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师父 师父也有三种意思 第一种师父就是我们今天 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 你们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 你们学基督的师父 虽有一万 维护的确实不多 这个Pathagogos这个字 其实这里我们看到 他的字意是从孩子的仆人 孩子仆人指着教导 儿童的 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保姆 他是用绿华来约束 告诉人说你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是这样教的 而这个是幼儿园的老师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这里说 师父虽有一万 维护的确实不多 其实这告诉我们这个师父就是焦虑化的 维护的心就是用恩典的道来培养的 这是有这样的差别 而在加勒太书二十五章说 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 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 这个师父管理有一定的时候 这个Pathagogos这个字 是这样的意思 另外还有第二个师父 其实欢迎为夫子是比较多的 在约翰福音三章二节 尼格迪姆夜里来寻耶稣说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 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 做使徒做师父 在雅各书第一三章一节说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我们晓得要受更重的判断 这个师父就是教导者 就教导我们说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这使人知道 这是传道这样的意义 所以称为夫子 称为先生 也称为师父 那这个传道授业解惑 是这样的师父 然后还有一个字 这个字 Epithropos 这个字 其实新约用的不多 那就是 欢迎为师父 还有欢迎为管理的人 我们进到第四章的时候 第一节说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权业的主人 但唯一孩童的时候与奴夫毫无分别 第二节说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这个师父其实是管理者或者带领者 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讲到葡萄园的比喻的时候 讲到那个管事的 还有路加福音八章三节 讲到西里的家宅 就相同的一个字 这个是指的是带领者 上帝成为我们的宗宝 一面作为我们的什么 用绿法 用绿法来做保姆 告诉你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然后呢 成长的时候 做教师 教导我们说 你该怎么做 该做什么 然后成为一个管理的带领的人 陪伴我们 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 进到他所要预定我们 预定我们得到的那样的祝福 这是师父的三种的意义 那么关于师尊这个字 我今天也要特别强调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十节 你们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 就是基督 这个师尊 这个是 Karegiti 这个字 其实就只有在这里出现 而这个是带领者 耶稣是带领我们的人 所以一样是师父 他就像我们讲 太师太保太父 他有不同的作用和功效 所以这里讲到救恩 他会明白出来 明白这里所讲的这个师父 是幼儿园的师父 是在我们还不够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 真正的脱离师父的手 使我们进到自由里 我这个时间又不够了 我还是尽快地讲吧 这里还是要强调 但是因信 得救的理还未到之前 我们被看守在 绿法之下 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 显明出来 我们如果 这个因信 得救的理 还没有到我们生活当中来 就是还没有显明出来 所以绿法师迅蒙的师父 把我们带到因信称义 这个光景当中 使我们能够应用 因信得救的理 我想这个因信称义和因信得救 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 其实这里讲到因信称义 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 罗马书五章第一节 加拿大书第三章第八节都有讲到 这里有三个阶段 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知道有亚伯拉罕的约 让我们希望能够进到因信称义的光景当中 然后罗马书说 我们如果因信称义 就借着主耶稣基督 能够与神相合 和睦 而且连结 那么加拿大书三章八节 我们刚读 刚讲过 就是圣经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说万国必因你得福 这句话我再强调一下 这里使万国因我们得福 也就是我们得到了习安的信仰 习安的信仰是什么 你会记得吗 就是万有同归于一 我们与人 与外在的一切 都是相合的 所以讲到这个因信称义 要带我们进到因信得救 这个得救这个字 也就是安全的意思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 我只有两段经文 两节经文讲完了就结束了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十一节 请帮我念下来 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儿子的死 得与神相合 既与和好 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们更要借着 我们耶稣基督 得以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祂以神为乐 这里讲到 我们还是要再提示一下 一开始我们和大家讲的 我们无论现在 这个光景如何 无论现在是快乐 是平安 还是有一些烦心事 比起将来的 要发生的事都不足以提了 我们一定会碰到 所有的人一定都会碰到 超过我们所能附和的 那些麻烦 而这些麻烦呢 我们要因信得救 得到这个救恩 使我们能够 面对那一切的时候 得救并且得胜有余 这是我今天想要特别和弟兄 什么提醒的 而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曾经是 与上帝做仇敌 在那个时候 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以与神和好 即或我们心里 跟上帝还在那里 argue 还在那里搞洞搞西 我们也可以靠着 神的儿子的名 与神和好 然后和好了 如果是和好了 就因着祂的生得救 你靠什么 能够使我们脱离困难 尽到平安 使我们化险为夷 离险如遗 并且使咒诅化为祝福呢 要有主的生命 这个生命 每一个人的丰富度不一样 这就是成长 活着 在未来的日子 活着不会使人幸福的 只有 有神的生命 有爱 有信 才能够 让我们幸福 你觉得现在的事情 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 让你觉得还心 因为里边没有神的生命 没有永恒的盼望 或者是有 但是不够 没有显明 所以要靠着 借着祂的生 得救 然后十一节说 不但如此 我们也要 既然借着耶稣基督 得与神和好 也要 借着祂 以神为乐 神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以神为乐的人 就在哪一个 任何状况当中 都能够快乐 所以 在格林多前书 第一章第八节 十八节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余着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关键是 你是什么的人 早死的人 不作不食 爱作的人 那么不愿意 让自己快乐的人 就继续困在 那样的光景当中 有一种人叫做 得救的人 什么叫得救的人 我要得救 我想得救 我愿意快乐 不愿意把自己 一直困在困难当中 那这样的人 他能够使得 因信得救的理 能够显明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讲师父 这个师父其实 刚才所读的三种意思 一种就是律法的师父 他是保护者 就像太保 或者是太子太保 那么真理的师父 就是教导者 那这就是太父的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征战 生命的师父是带领者 他带领我们 进到荣耀里 皇帝称这些 这些三公还要称为师父 我们的师父 就是我们的师尊 就是基督 那么在今天这几句话 帮我念下来 律法为师宝 保守我们在幼小时平安 真理为教师 引导我们在成长中平安 基督为中宝 带领我们在生命中平安 意思大家明白吗 我们是要成长的 不成长 活着就没意思了 活着也不会快乐 所以我们今天 要和大家特别的强调 我们要认准了师父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曾经被困在 被圈在律法以下 但是它是要到我们进到 这个以信为本 因信得救 这个信一点一点的 做成在我们里边 然后我们还是回到 一开始 那么我们讲到 你们要靠主怎样 常常喜乐 我们如果懂得靠 懂得靠主 就会喜乐 其实喜乐 就会 带我们唱的诗歌 最后是讲到 我们在 住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就有平安 就有喜乐 这些事情并不难 事实上 有很多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 你们要喜乐 我昨天就体验到 一件很简单的事 因为想到今天要讲到 那这个 这道对你们 对你们到底有没有用 那想掉我自己的问题 那想到一些事情 就觉得说 落在困难当中 但是后来念头一转 这个转念非常重要 上个礼拜我在台北讲的 我要喜乐 然后做一件事 你可以做这件事 当你脸垮垮的时候 把嘴巴 嘴角拉起来 微笑起来 只要你微笑起来 一定会转变的 任何时候 就这么简单 开始微笑起来 状况就改变了 你要不要而已 这明白吗 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 当我们要喜乐 就把嘴角拉上去 然后就能了 这困难吗 如果我们不去实践 主给我们的任何道 都没有用 知道的再多 没有行道就没有用 好不好 所以我们对自己说 我要喜乐 因为我有主可以靠 我要靠着主耶稣基督 常常喜乐 我们低头祷告 绝书仆人向你 向上真心的敬拜 你是我们的宗宝 是我们人生当中 一切事情的宝父 你成为我们在 幼小时候的宝母 成为我们在 羽蒙当中的教师 也成为我们在 得到你的恩典之后 与你同在的平安 带领我们走那荣耀的道路 谢谢你祝福 我们以上的时间 以保守我们 引导我们继续在祢里边 持续守在祢里边 让我们生活在 祢的应许 祢的祝福当中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